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就马丁·路德金遭遇刺杀 杀手会离其事件接踵而至 坚称是替罪羊的枪手夜间逼头认罪 声称获知真相的作家却在最后关头选择沉默 神秘力量在日后操纵一切 知情人后联邦调查局竟然涉案 系列节目马丁·路德金遇刺案 法律讲堂门时版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 联邦调查局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雷必迅速抓获归案 虽然外界认为雷他作为凶手的疑点 很多 但是展望杂志刊登了所谓 雷本人作案的过程的这个字述的文章 这次雷在监狱里边把自己作案的过程 写成了手稳传给了作者 作者呢给了他4.7万美元 为了考证雷他所讲的是不是真的 作者就按照雷作案前后 曾经走过的行程 一路找人 找物 印证 这个事 所以应当是令人幸福 可是就在作为结论性的第三篇文章 就在这篇文章将要刊发的时候 这个报刊呢 又刊发出了一个消息 说文章不再发表了 原因不得而知 正常情况下 像这样已经发了预告 而且千百万的读者 翘首以待的文章 突然决定不再刊发 这在美国新闻史上 是空前绝后的怪事情 毕竟啊 前面的文章 已经深深的吸引了读者 杂志的这个印数 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万份 第三篇文章 看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 这个印刷的数量 要增加多少 对于这个经济状况 不太景气的展望杂志而言 这种名利双收的机会 应该是千载难逢的 所以记者们 迫切地去找这个作者 威廉修一 他们想弄清楚 这个连载文章 夭折的真相 可是啊 这个修一 很长一段时间 不愿意接见记者 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终于到了最后 这个修一 千呼万唤 使出来 但是他所做的回答 令人非常惊讶 修一说 因为我已经得出了结论 雷是单独作案 记者就不甘心了 可是对不起 您不是曾经十分 令人信服的 证实过相反的结论吗 是的 证实过 但后来改变了看法 那您是不是获得了 补充性的材料 修一就说 不是 纯粹是我改变了看法 那为什么呢 修一说 我到哪里都找不到 神秘的劳尔 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他 也没有见过他所接触的人 雷 他也说不出一个认识劳尔的人 我得出的结论 劳尔 他是编造的 所以 我自己拒绝发表第三篇文章 作家 修一的回答 着实让人困惑不见 就在不久前 他还说自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去核实各种材料 确定詹姆斯厄尔雷 不是单独作案 可在短短时间内 他为什么全盘否定了自己 态度如此之大的转变 是不是有着什么原因呢 这时候 难免就会有人猜测 是不是某种力量 迫使修一 做出了这个 与他之前背道而驰 截然相反的决定 那么真相 到底是怎样的呢 就在大家纷纷揣测的时候 第三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从出版社内部流传了出来 这些内容的出现 就像给当时的美国 扔了一颗炸弹一样 炸开了锅 那么修一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他的这些内容 又是怎样被曝光的呢 尽管修一的第三篇文章 没有发表 但是在编辑部看过这篇文章的人 也至少有了十几个人 所以啊 有关这篇文章的内容的消息 仍然是不进而走 按照雷本人所说 他的确是在洛林旅馆 这个对面的一个出租公寓 租了一间房 然后呢 劳尔来到了这个房间 而雷呢 雷按照劳尔的秘密 下楼了 枪声一响 片刻之后 劳尔 冲冲地来到了野马车 面前 最中途呢 他把装有那个步枪的 那个旅行带 扔在了人行道上 然后 钻进了野马车 他进来之后 躺在后排 座椅前边的这个地板上 连头戴身子 用垫子 盖住 然后雷呢 开着这个野马车 向市区北部 啊 北方 飞快走 跑了 过了一会儿 雷在红绿灯 停车 停下来了 劳尔 打开车门 下车 雷呢 继续开车 来到了亚特兰大 从那 雷 坐飞机 逃到了 加拿大 接着 又用劳尔 事先提供的证件 取得护照 飞往伦敦 然后 劳尔 应该来找他 啊 付给他 应得的 这个钱 1.2万美元 这就是雷 雷所说的经历 而且呢 这也完全可能 已经得到了 修一的证实 虽然 修一的第三篇文章 没有发表 但修一在 第二篇文章 已经得出来 一个解释 马丁路德金 他的被害 是密谋 雷 不是单独作案 披露杀害 马丁路德金 真正凶杀的文章 戛然而止 引来众多 非语猜测 是什么 让作者三间 其口选择沉默 自枪受 詹姆斯 厄尔雷被捕后 一直拒不承认 是自己杀害的 金 那么真正的凶手 究竟是谁呢 在即将到来的 庭审上 又会发生 哪些离奇的事情呢 系列节目 马丁路德金 遇刺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戴涛 为您讲述 诡异事件 接连来 关于作家修一的第三篇文章 已经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被传出的第三篇煞有其事 但始终没有得到修一本人的肯定 所以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人们也都在纷纷猜测 雷到底是不是奴自作案 那个和雷密谋的人 和让作家修一闭嘴的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就在这种猜测不断流言满天飞的情况下 雷谋杀马丁路德金的案件的庭审 马上就开始了 人们都盼着能在庭审中 发现事件的真相 然而让人们没有想到 这次庭审的过程和结果 更加让人大闭眼镜 开庭日期定在1968年的11月12日 在莫菲斯 开庭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开庭对安全工作非常重视 一千多名警察精心挑衔 担任警卫 进入法院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么几个程序 第一步 登记 业民身份 必须出示你的证件 然后填写专门的登记调查表 第二步 照相 录像 指纹 要给每一个人照相 而且呢 十个指头的指纹 全都取下来 同时再用摄像机 给他们设下 第三步 搜查全身 那警察 命令每一个进来的人 脱下鞋子 把鞋垫掏出来 翻一翻 还敲一敲鞋后跟 把钱夹打开 看一看 连那个笔套 都要拧下来 检查一下 只有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才批准你进入这个审判大厅 这个审判大厅也不是很大 在审判厅里头 除了便衣 还安放了很多旋转的摄像机 镜头对着这些人 记录这个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动作 每天的收身和一整套检查措施 对每一个人都要实行 连法官都不例外 所以说防卫措施应当是天衣无缝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妥当 备受关注的马丁路德金 遇刺案的庭审就要开始了 这次庭审的时间 预计至少在六周左右 但是就在案件正式开庭的前夜 枪售詹姆斯厄尔雷 竟然做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使这次审判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审判延期举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雷他宣布 他决定更换辩护律师 孟非斯司法当局 他们的新闻发言人 他解释这个事 他说啊 这个决定是由雷他本人做出来的 没有任何人对他施加任何压力 但是 这件事情确实显得不合适 首先 雷的现任辩护律师 海因斯 从左手工作时 这个时候算起 几乎已经 经历了半年了 像这样一起大案 拼起一名有名的律师 酬劳 那绝对不是说千把块钱能够打发的 雷请这个海因斯 请他出马 律师费是1.5万美元 雷这个人呢 我们应当很了解他 他的简历啊 他这支钱啊 不是偷就是抢 别看他弄得挺费劲 可弄得都是小钱 实际上他应当属于温饱线上的平民百姓 当然啊 这个赶旺杂志上发了文章 休医给了他4.5万美元 但这个钱扣一些手的税 然后支付海因斯的1.5万元 这个酬金律师费 那么 这个律师费是不能退的 因为这属于雷的违约嘛 损失由雷自行承担 这样的话 这4.7万元 扣了这些钱 再来支付第二位律师的酬金 那确实显得够呛 更何况 新的律师 是更加大牌的辩护律师福尔曼 雷的这么一点小钱 根本不可能指望 让这个福尔曼这种大律师动心 再者 福尔曼律师 他的工作 还得从头开始 熟悉侦查材料 调查收集证据 核查相关的资料 研究一些法律文献 从中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 轻而易举地完成的 那么雷为什么放弃海因斯 而选择福尔曼呢 难道他不心疼钱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暂时还没有答案 这起案件经过延期 终于再次确定了开庭的最后日期 1969年3月10日 可是就在这个档口 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新情况 3月9日 开庭的头一天晚上 孟非斯司法当局 宣布 公诉方和辩护方 已经达成了协议 雷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交换 他将不做电影 而是做99年的牢 之前拒不认罪的雷 竟然在更换律师后不久就认罪了 承认是自己单独谋杀了马丁路德金 用99年的刑期代替了做电影 那么做电影是一种什么刑法 雷的认罪又会给之后的审判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电影是美国在20世纪 经常使用的一项死刑执行工具 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 美国各个司法管辖区不同意 就全美国来看 有五种死刑的执行方法并存 它们分别是注射 电影 毒气死 绞刑 然后就是行刑队的枪决 电影的具体执行方式 是这样的 在行刑室 摆放一把电影 变压器和通电的开关 在隔壁的观察室 行刑室和观察室用玻璃 一面玻璃把它隔开了 这个电影呢 是木头制的 上面有皮带 用来固定犯人的 犯人就坐在电影上 手腕固定在这个扶手上 腿部 腰部 胸部 胸部 下巴 额头 也用这个皮带 全都绑在电影上 固定好 然后呢 让2000伏特左右的电流 从腿部 通过头部 电击死亡 一次完整的电击过程 结束之后 医生就上来检查 这个犯人的生命体征 如果还没死 还有生命迹象 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 再来一遍 直到犯人没有生命迹象为止 显然如果雷刃罪 就可以免于一死 而且啊 常规的审判不再进行 不再由证人出庭作证 也不再搞交互训问 训问的过程 只是由公诉人 发一次言 援引被告这个 在这个金博士被杀的案件中 有罪的主要证据 再由辩护律师 发一次言 表示 赞成公诉人的愣据 最后 就宣告被告承认自己有罪 由此而已 雷当庭认罪 而法庭也用99年刑期 代替了作电影 更换了律师的雷 转变得为何如此之快 这个自如其来的变故 让一直关注此次审判的人们 感到十分震惊 更换律师和转变态度认罪 到底有没有关系 新换的律师福尔曼 在庭审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接下来的庭审又该能够进行 系列节目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代曹 为您讲述 诡异事件接连来 辩护人在答辩的时候 先对这个公诉人 恭维了几句 接下来 他并没有试图替被告辩护 而是竭力的让人民相信 雷是单独作案 而作为司法中立的法官 他最后啊 高度赞扬了公诉人 高度赞扬了辩护人 接着说 既然被告明智的选择了 承认自己有罪 使法庭免于纠缠许多事物 那么这些案件就不必审理了 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法官说 在这种情况下 田纳西州的法律 允许不必再听取任何案情 就可以重新判处 罪当死刑的被告 不判死刑 按照公诉方面和辩护方面 一致同意的惩治办法 判99年徒刑 雷是什么态度呢 雷这个时候 无精打采的 坐在被告席上 茫茫然 转动着脑袋 听完了判决 法官就问他 被告有没有最后陈述 雷 那当时有点懵 看了看自己的辩护人 看了看公诉人 看了看陪审员 看了看法官 他说 是的 我想纠正一件事 公诉人 法官 辩护人 都非常好奇 非常惊讶 忘了他 看他想说什么 是不是想反悔 雷呢 他也看出来这些人不放心 严谤说 我不想对自己 已经说过的话 做什么改变 但我想补充一件事 我承认自己有罪 可我不同意 没有密谋的说法 法官这个时候 赶紧决定上车 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主要的是 你已经承认有罪了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否同意承认有罪 并以服刑 99年代替 做电影 这个时候的雷 显得非常无助 也非常可怜 他所看到的 都是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孔 没有任何人愿意救他 对于控辩双方 事前商量好的判决结果 那一边是坏 一边是最坏 他只能选择坏 这就是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马蒂路德金 遇害案件的开庭审判过程 这个消息轰动了全美国 这个结果 让美国人民大为吃饮 一切居然如此的简单 是谁指使雷 从拒国认罪到承认自己是凶手 这当中有什么内幕 大报小报的记者 他们团团地围住了这个 穆菲斯法院大楼 法院不让记者进去 但是也没有人走出大楼 因为雷还被关在楼里面 记者们很生气 大家一起商量好了 决定就在这个门口守着 守住所有的出口 要把雷堵住 要问个究竟 问个明板 但是他们还是收到了谋骗 在夜晚一点钟的时候 这个雷呀 被他们化妆成副州长 化妆成副州长的模样 从这些记者也比底下溜出去了 状况频出的审判终于结束了 也许雷是为了保命 才承认了单独杀害了马蒂路德金 让人奇怪的是 雷在更换律师后 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转变态度 并且判决之快也令人砸舌 更让人们感到可怕的事 似乎感觉到 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参与其中 那么谁才有这个力量 方圆全国 有着这样力量的人或团体 屈指可数 就在人们还在思考 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 认罪保命的雷 在狱中 右手的新的情况 雷他在送进监狱之后 没过几个小时 他就向监狱里面提出来了 希望得到新的辩护律师 他说自己是无故的 是在被人逼迫诱骗的情况下认得罪 如果我不承认有罪 我就得上电影 那就没命了 而且我的辩护律师花了六个星期 对我做工作 要我认罪 我所能做的 那就只好认罪了 不然我就没命了 在这以后的十几年 雷他虽然不停地坚持这个要求 坚持要重审这些案 但是当局根本就没有理会 然而整个案件 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疑点 法庭的最后结论 除了政府和联邦调查局之外 没有多少人相信 没有多少人信服 在这些案件宣判结束之后 人们众说纷纭 辩护律师福尔曼 他的解释是 凶手是为了出名而杀害了金博士 这个没有多少人战谱 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 詹姆斯 阿尔雷 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如果雷是真凶 或许种族主义 就是雷枪杀金的一个合理动因 后期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 如果存在一种阴谋 那一定有种族主义的阴影 在这里晃动 不管雷是不是真正的凶手 枪杀行为 不会是个人行为 应当是一个组织 在幕后朝中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的最初几年 各种传言不绝于耳 有人说是三K党杀害了金 也有人说是黑手党杀害了金 甚至在美国国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话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 亲自下令杀害了金 遇刺的真相 又该怎样揭开呢 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不久 有消息传出 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令杀害了金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金与胡佛有何恩怨 如果联邦调查局果真涉案 那么美国当局又该如何收场 一位重量级人物爆出金遇刺美目 再次震惊了世界 在明天的节目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戴涛 为你讲述四杀谜团